哈喽大家好 今天看到人们解放军空军针对海峡两岸最新部署这么一个状况 据报道 解放军空军歼20进驻浙江渠州 15到20分钟就能飞抵台湾上空 这一篇这个新闻啊 这个消息是台湾媒体啊 曝光出来的 然后呢大陆的环球网引的是台湾媒体的报道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26号报道 浙江渠州市民近日拍摄到解放军最先进第五代隐形战机歼20 正在浙江沿海重要空军基地渠州机场降落画面 报道中提到该机场距台北仅500公里 歼20从该机场向台湾方向飞行7至8分钟 台军巡航战机就会进入歼20长程导弹有效打击范围内 大家知道这个歼20目前是这个解放军空军啊最先进的战机啊 就是服役的最先进的战机 呃据说了第六代战机已经在研发当中了 但目前来讲呢歼20是呃已经服役的战斗机里面最先进的了 跟美国的F35啊F22啊是一个等级的一个档次的 而且歼20是重型的啊F35是轻型的 呃渠州机场的一直是解放军面向东海台海重要的大型空军基地之一 距台湾仅500公里 常年驻扎大量的苏30苏27及歼10等战斗机 该机场如同花莲嘉山空军基地一样 具有庞大的地下机库 以防敌机飞弹空炸 位置正好处于台军巡航导弹飞机打击有效极限距离 也就是说500公里是台湾空军呃 斜空空导弹啊或者说空地导弹打击的一个极限范围 那么这架歼20呢 就是被这个所谓的渠州当地的居民拍到了这个歼20 在低空飞越渠州市区上空的时候 被市民拍到 该架歼20可能隶属于安徽五湖空军基地的王海大队 近日啊向前部署 也就是说向前沿部署至渠州空军基地 呃另外就是这个 如果说歼20要直接飞到台湾上空的话 以歼20目前的飞行速度时速是2000公里 呃15到20分钟就能直接抵达台湾上空 呃如果说他不用飞临台湾上空 可以直接利用他机载的空空的导弹啊 长程导弹 只需要飞行7到8分钟啊 这个导弹加上这个射程就已经能够够得到台湾空军了 如果说台湾空军起飞啊 在台湾领空包括这个靠近台湾一侧的这个台湾所谓的防空识别区之内 在巡航的时候如果尖20想打尖20是不用飞到台湾上空在跟他打的啊 啊这个 他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啊 射程已经到了 因为距离太近了 距离太近了 呃这是解放军的啊 部署这是一条新闻 另外呢就是据台湾一个空军的前副司令啊 他接受媒体的采访的时候呢 他承认目前大陆解放军对台飞行员了如指掌 认得出每位台军飞行员的声音 这是他的标题 具体他是怎么说的呢 这位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延表示 目前解放军对台湾空军了如指掌 甚至可以从声音啊 辨识出具体是哪一位台湾分行员 大陆光通过战管监听就能得知 台湾空军现在是哪一位飞行员出任务 张延延声称整整队飞官的声音没有对岸不认识的 有的时候大陆军机还会调侃 说什么呢 说咦张延延你今天的声音有点沙哑 是不是感冒了 此番的这个采访是张延延在接受台湾中平社啊 专访的时候 对于近日大陆飞机近日在台湾西南上空演练 他分析啊第一大陆呢有可能要夺取东沙啊 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另外呢就是说大陆有可能借夺取东沙 向台湾释放一个假的信号啊声东击西 到时候如果真的要呃武统台湾的话有可能 大陆的飞机是从北面过来的 那么张延延这个人呢是台湾首位 在意时就具有正教授资格的空军将领 1982年毕业于空军官校后分发至武刊部队 今年5月1号退役啊 今年5月1号退役啊 对于大陆经济在西南海域训练 他说一来可以拒止台湾海空军过去支援 企图切断交通线 估计线 东沙也是所有岛屿中最没有争端 最好夺取的岛 因为东沙距离这个大陆这边更近啊 比台湾要近很多 张延延还透露全世界最会这个搜集情报的是美国 但是大陆当时的情搜也很厉害 仅仅通过战馆监听就能辨认台湾空军 目前是哪一位飞行员在出任务 说白了就是台湾空军的那个花名册啊 大陆这边都有啊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每次解放军空军啊 这个临近台湾这个领空的时候 进入到他们的这个防空识别区的时候 台湾空军一般都是采用广播喊话啊 广播喊话驱离的方式跟大陆空军的进行沟通 无线电 那么呢就是长年以来啊 看来他们的声音都已经被认出来了 说白了就是谁跟我对话 解放军这边呢都了如指掌 这个想想其实听起来挺有意思 但是你站在台湾这个角度考虑的话 就觉得还蛮恐怖的啊 还是蛮恐怖的 张向言还透露说 整个12队飞官的声音 他们没有不认识的 当时对岸空军有时候还会调侃 你今天声音有点沙哑 是不是感冒了 或者说你是不是刚睡醒就开始飞了 这个足以可见啊 大陆空军对台湾空军下足了功夫 说白了 我估计台这个国军里面啊 应该也有不少他们所谓的台奸 台奸 到时候一旦武统枪声打响 就第一时间投诚的 肯定也有 这还是张言言在服役的时候 他当这个台湾空军副司令 或者说他当这个飞行员的时候 那个年代 大陆空军对台湾空军已经是了如指掌了 更不要提现在了 对吧 现在的这个科技的发达程度 那不是二三十年前能比的 所以张言言这方这个评论一出啊 我看台湾那边呢 又是虚声一片 是吧 心里又没底了 这个 唉 这就叫什么 这就叫降维打击 你这个 这个实力啊 实力相差太大 两个空军实力相差太大 大陆这边有几千架飞机 台湾有几百架 所以说想要摸透你是很容易的 想要摸透你很容易 但是反过来 你想摸透大陆这边的就很难 因为空军是可以机动调度的 是可以机动调度的 今天可能是在曲州机场起飞的空军 明天就可以去五湖 对吧 回头就在广东 然后呢 转过天又去福建 不同的这个飞行中队可以执行任务 所以你很难摸透 具体的一个飞行中队的情况 但是台湾就不一样了 台湾就那 是吧 就那点飞机 就那点飞行员 什么情况 对吧 没准你家里是什么情况 有几个老婆 有几个孩子 这事都能摸得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对于警方军来讲 那么对于台军来讲 唉 你等于是光在屁股在别人面前跑啊 你还等于有什么胜算呢 是光在屁股里面前跑啊 感谢观看